好 各位考生 今天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二二年的税二的基础班的学习 那么根据我的安排 我们税二的基础班从第四章开始讲 先把小税种学完 然后再回过头学第一第二章的所得税 然后再是第三章的国际税收 循序渐进吧 跑上去就直接学这个第一章的解锁的税 你们吃不消我也吃不消 这个因为有一些人基础水平 参差不齐的 那么尤其是一些相应的一些设税原理 可能学的还并不是特别扎实 会计技术也不是特别好的同学 那么可以先听小税种 小税种相对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先从第四章印花税开始往后学 学完小税种之后再学第一章 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教材的第四章 印花税 那么听我的基础班的时候 可以结合轻衣 可以结合税二的轻衣 因为税二的轻衣的话 应该已经上市已经出版了 所以说如果说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么可能物流可能会有点慢 但不管怎么说 陆陆续续的都能够拿得到 所以说这个税二的这个技术班 你们也不用刻意的再去答应什么讲义 这个省点钱 你这个轻衣上面直接需要的话 在轻衣上面直接做笔记 那么我的技术班尽量保持 尽可能的保持书课同步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拿着教材 拿着轻衣去听课 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那么第四章的印花税 是我们小税种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税 我先说一下 那么我们国家在去年 六月份的时候 审议通过了这个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那么这个新的印花税法 是从今年的七月一起开始实施 那么我们今年教材 二年教材对于这个印花税的内容 是根据去年审议通过的新的印花税法的内容 重新进行了编写 但是我也在这里说一下 如果说有实务工作经验的考生的话 应该都知道 这个我们因为到目前为止 截止到我现在录课为止 因为印花税还没有正式的实施 要到下个月 七月一号才开始实施 那么所以说这个 很多有一些过渡性的一些补丁 补充文件到现在都没有出台 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以前我们学那个 我们那个契税 我们教材税案里面也有契税 那契税的话 当时我们审议通过契税之后 后来陆陆续续的连发了三个公告 把契税的一些征税范围 契税的一些计税依据 做了一些明确的一些规范和补充 我们其实教材也是做了修订了 那这个印花税 因为到现在为止 只是一个印花税法 这个法律的条文相对于写的比较简单 也比较这个匡泛 那有一些不是特别明朗的一些政策 到现在也不清楚 那所以说其实说句实话 还在等这个总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几个文件 到现在还没出来 但是需要等 那么我们11月份考试的话 那我也说一下 首先作为命题人而言 他懂得比我们多 首先第一个 命题人肯定比我们懂 所以说他根据今年教材里面 我们现行的二年版本的教材当中 对印花税法的内容 其实修订了也是一塌糊涂 我个人看了一下 也是有点乱七八糟的 也不是特别好 那所以说作为命题人而言的话 有一些知识点或者说是考点 其实他完全可以规避 也就不考了 有这种情况 但是不是说 因为几个文件没出来就不考 有一些比较明确的 核心的几个知识点 那么我们这个 11月份的考试 还是应该会考察的 这要讲清楚 几个核心的内容 还是会考察的 有几个可能模棱两可的一些东西 在没有新的文件出来之前 命题人可能会规避 我只是这样子说 所以说我们今年 在备考的时候 按照核心的几个考点去备考 那么对于这个印花税的话 还是以单选多选为主 我先说一下单选多选为主 当然印花税 我们还可以和其他小税种 进行组合考察 比如说跟我们的汽税 跟我们的房产税 跟我们的土地使用税来进行组合 那么今年的话 预计命题应该在九分左右 也不会特别高 难度不大 那么还是要重点关注有关的 我们一些税务变形 印花税的税务做了一些调整 像税务变息 计税依据和征收管理的一些内容 我们今年教材变化的话 就是根据新的印花税法 重新做了一些编写 里面还漏着一些东西 反正我在讲新课时候 会一个个补充给你们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节概述 我们按照考点来 大刚的考点要求 首先印花税的概述 那一颗星 我说一下 我们这个清也好 讲义也好 这里面都会标新 以考点为单位 进行标新 一颗星 两颗星 三颗星 因为我们根据考试大纲 我们考试大纲 能力等级有三个等级 了解 理解 掌握 那分别就是一颗星 两颗星 三颗星 那么首先印花税的概述 一颗星 了解一下就行了 印花税 它是对于经济活动 和经济交往过程当中 疏离领售 使用的一些 印税经济凭证 所征收的一种税 这个简单的讲 你有 你疏离了 领售了 或者使用了一些 经济凭证 那你就要干嘛 交税 这个印花税呢 它其实是一个 舶来品 我们讲舶来品的话 就是指望事实 是从西方引进的 它最早源于 这个 荷兰 它最早源于荷兰 那我们如果说 学过历史的同学都知道的 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其实是荷兰 并不是英国 但是我们学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讲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这个我们学历史 同学都知道 这个直播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相对比较彻底一点 作为一个典型 我们去学 但是其实世界上 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应该是属于荷兰 那荷兰呢 相对而言呢 工商经济 工商业比较发达 所以说 他们最早呢 就设立了一个印花税 对有关的一些经济凭证 来进行贴花 购买一个印花税票 所谓的印花税票呢 其实 大小跟邮票差不多 我们讲跟邮票差不多 所以说 这个我们购买 这个有一定面值的 印花税票 然后贴在合同上面 画线贴花 然后完成履行我的 这个什么纳税义务 所以说我们一直说 印花税呢 叫做什么 叫贴花 叫贴花 印花税的特点 第一个兼有 凭证税和行为税的特征 我们讲凭证税的话 主要是一些凭证 我们常见的几个 书面合同 我们是要交纳印花税的 那么还有一些行为 一些经济行为 包括我们一些 证券交易等等 我们是要交纳什么 印花税的 所以说我们印花税说 它是有 这个凭证税和 行为税的一种特征 第二个 征税范围比较广泛 它基本上涵盖了我们 新的这个 民法典里面 所涵盖的几个 主要的常见的合同 另外呢 它税率比较低 税负比较轻 我们新的印花税法呢 基本上从老的印花税 暂行条例 大部分的内容 就绝大部分的 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 都是平移过来的 改动有改动 但改动的东西 也不是特别多 包括一些税率 税率有变化 但大部分的税率 都稳定下来比较低 想问万分之三啊 万分之五啊 千分之一啊 一些税率相对比较低 所以说呢 我们对纳税按理 税负也比较的轻 然后呢 印花税呢 绝大部分的印花税呢 都是由纳税人自行完成纳税义务 购买印花税票 划线贴花啊 贴在合同上面 呃 印花税的立法原则 了解一下 广基财政收入 促进我国 经济法治化建设 那么培养公民的 依法纳税的概念 维护我国 这个涉外经济权益 啊 加强对于其他税众的监督管理 这基本上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呃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讲里面 我们重点看的是 第二节的征税范围啊 和有关的一些要求 那么 第二个考点 关于印花税的征税范围 塞空心啊 要求考生要重点掌握的 那么这里面可能 课件里面可能 这个 逻辑图可能有点点小啊 这个你们自己翻一下 这个讲义啊 这个翻一下那个轻易里面 那么我们现在新的啊 7月份开始 我们新的这个印花税法的 这个征税范围呢 主要分为四大类 包括我们的书面合同 产权转移书据 我们的营业账簿 和我们的证券交易 我们分为四大类 我们是要征收什么呢 这个 印花税 那么其中书面合同呢 包括11个子合同 有11个合同 那么这些合同 跟老的印花税 相比较人的话呢 有一些合同的表述上面呢 做了一些改动 那么这主要是根据 我们明发点啊 19年啊 去年开始实施的 19年还是20年啊 去年 21年开始实施的 这个明发点的内容 做了一些修订和补充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书面合同 我们今年的话呢 新的印花税 把里面明确了 我们是书面合同 需要交达印花税的 像签订的电子合同 我们基本上就是免税免掉了 后面的税税会有没有会下 那么书面合同呢 主要有11个子合同 我们一个看一下啊 第一个是借款合同 那好说 借款合同呢 主要是指的是 银行业金融机构 经过国务院银行 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设立的 其他金融机构 与借款人之间 所签订的合同 那么在这里有几个条件啊 强调的是谁 金融企业啊 我们强调的是 金融企业跟谁 跟借款人的合同 那金融企业和借款人之间的合同 我们叫做借款合同 是要征收印花税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 如果说是非金融企业 和借款人签订的合同 我们是不征收印花税的 所以说我们讲借款合同 要不要交印花税 取决于主体 有没有金融机构 如果说主体当时 没有金融机构的 我们是不征收印花税的 比如说我 我跟你私底下 签订一个借款合同 我又不是金融企业 你也不是 那我跟你直接 输出民间借贷 那这种合同 我们是不征收什么 印花税的 懂了没有 那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们即便合同 当时人主体当中 有金融企业 但是有一类合同 我们也是不征收印花税的 那么金融企业 尤其是金融机构之间 同行业的拆借合同 我们也是不征收印花税 也是不征收印花税的 有注意下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 融资租赁合同 那我也说一下 老的印花税 暂行条例里面 老的印花税 融资租赁合同 是作为借款合同 来征收印花税的 那么现在新的印花税法 那么我们把融资租赁合同 独立出来 作为一个税务 它主要是指的是 出租人 根据乘租人 对于买卖人租赁物的选择 向这个出卖人 这个购买租赁物 提供给承租人使用 承租人支付相应的租金 这融资租赁的话 我们其实在会计里面都学过 而且我们这个 税衣里面的增值税 这一章里面 我们会讲这个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融资租赁 还有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那这些有关的 一个增值税的 有关的一些 税务的变析和范围划分 那其实在这个 增值税里面也是比较重要的 这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我们融资租赁合同 因为今年7月份开始 独立作为一个税务 那么它的税率 其实没有变化 还是跟原来的借款合同的税率 保持一致 这大家知道一下 0.5% 第三个买卖合同 那这是一个新的说法了 以前叫做购销合同 现在改为什么呢 买卖合同 那主要是指的是 动产的买卖 不包括 这个个人树立的 动产买卖合同 就常叫动产 不动产的话 它是属于产权转移书据 那么对于 动产买卖合同 我们要交拿引花税 包括什么呢 供应 预购 采购 购销结合 以及协作 调剂 补偿 易货等合同 还包括出版单位 与发行单位之间 订立的图书 报纸 期刊 音响 所签订的一些凭证 那么也作为买卖合同 征收什么 印花税 那么在这里面 第一个提示 关注一下 买卖合同 仅包括一些什么 动产的买卖 我们只是包括一些 动产的买卖 像涉取到土地 不动产这些合同 我们按照产权转移输据 来征收印花税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讲的买卖 是不包括什么 个人动产的买卖 也就是说 我们个人动产的买卖合同 是不征收印花税的 个人动产买卖合同 不征收印花税 好 我们再看承烂合同 原来的话 这承烂合同 叫做加工承烂合同 那现在呢 改名为承烂合同 那承烂合同 主要是承烂人 根据定做人的要求 完成工作 交付工作成果 那么定做人 给付报酬的合同 像我们的加工 定做 修缮 修理 印刷 广告 测绘 测试等合同 我们这些都是属于承烂合同 第五个 建设工程合同 那么建设工程合同 主要是指承包人 进行工程建设 发包人 支付工程款项的一些合同 那么通常包括建设工程 勘查合同 设计合同 施工合同 等等 第六个 货物运输合同 以前叫货物运输合同 现在改名 把货物两个字删掉了 就叫运输合同 主要是指的是货物合同 货运合同 和多时连运合同 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 不包括什么 管道运输合同 管道运输合同 我们是不征收什么 印刷税的 像我们天安吉 运输管道 油气运输管道合同 这种管道 所签订的一些 管道运输合同 我们是不征收印刷税的 第七个 技术合同 那么技术合同 包括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服务 等一些合同 那么在这里注意两点 第一个 技术转让合同 这里面强调是技术转让合同 它包括什么 专利申请权转让 非专利技术转让 这是两个专利 一个叫做专利申请权 还有一个是非专利技术转让 但是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专利权转让 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 所签订的合同 那么对于像这种专利权 专有技术使用权 专利实施许可 那这些我们是按照产权转让数据 来进行征税的 对于专利申请权的转让 非专利技术转让 这是按照技术转让合同 你说这里面有区别吧 其实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我们把一些专利化为 产权转让数据 因为这些相关的专利 比如说专利权转让 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 还有什么专利实施许可 那么这些跟专利有关的这些合同 它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就是说我们要向国家版权局 专利局 要进行什么 过户备案登记的 而我们的专利申请转让 非专利技术转让 这些我们是 不需要进行过户备案登记的 那么这个我们属于技术合同 我们是属于技术合同当中的 技术转让合同 能理解了吧 这是一个要求 因为我们 我现在这个 税务师里面的经济法 里面还有那个专利法吧 应该还有吧 我记得以前以前中级经济法里面 会计中级之称啊 这个经济法里面是有专利法的 后来今年删掉了 现在没有专利法了 CPA里面没有专利法 好像这个 属于技术的经济法里面 应该有专利法的 我觉得专利法这东西比较重要的 你们可以去听一听 因为有些东西的话 是要进行这个过户备案登记的 所以说我们后面会讲 这个产权转称数据 它是以登记为要件 这大家知道一下 第二个 一般的法律 会计 审计 等方面的咨询 它不属于技术咨询 那么所利的合同 我们是不征收印划税的 这是不需要交拿印划税的 这注意下 第八个 租赁合同 这租赁合同 就是我们通常的 这种意义上的 这种经营租赁合同 那么主要是指出租人 将租赁物交付给 陈租人使用 那么陈租人定期向出租人支付 约定的租金的这种合同 包括我们的房屋租赁 船舶 飞机 车辆 机械 器具 设备等租赁合同 那这种 我们都属于租赁合同 那么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租赁合同不包括什么 企业和主管部门签订的 这种租赁承包合同 这是不包括在内 不征收印划税的 第九个 保管合同 第九个保管合同 跟第十个仓储合同 我们把它给分开来了 以前都是属于 仓储保管合同 仓报合同 以前是这个 那么现在把这两个合同 拆开来了 一个叫保管合同 保管合同也叫做什么 寄托合同 寄存合同 主要是指的是 双方当时约定将 移物交付给对方 保管的合同 那么保管合同 是保管人有偿的 或者无偿的 为寄存人保管物品 并在约定的期限内 向寄存人 应寄存人的请求 返还保管物的这种合同 我们叫做保管合同 仓储合同又叫做 仓储保管合同 主要是指的是 保管人存储 存货人交付的 这种仓储物 那么存货人 支付这种仓储的费用 我们叫做仓储合同 你看这个东西 真的是恶心 其实本质上 你说这样把钱的话 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但是细节上面 在物权法里面 跟那个叫什么 民法典里面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大家知道一下 第十一个 财产保险合同 那么财产保险合同 主要是投保人 与保险人约定的 以财产及其有关的利益 为保险标的的一些协议 包括我们一些财产保险 责任保险 保证保险 信用保险等合同 那么不包括什么 再保险合同 再保险合同 我们是不需要交来印花税的 另外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 保险合同 主要是指的是财产保险 那么像一些 人寿保险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的 这些保险合同 我们是不征收印花税的 我们讲保险合同 征收印花税 对于什么 财产保险 征收印花税 第二个大类 我们叫做产权转移数据 那么产权转移数据的话 我们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土地使用权的什么 出让数据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那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的话 我们在学增值税 学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什么 转让的区别 那出让的话 简单的讲 就是谁 卖给谁 国家卖给开发商 我们叫做什么 出让 那你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我们属于产权转移数据 要交税的 主要是指国家将土地使用权 在一定年限内 出让给 这个土地使用者 由土地使用者 向国家支付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签订协议或者合同 那这个我们要按照 产权转移数据来交税 第二类呢 是指的是土地使用权 房屋等建筑 购物等所有权的什么 转让和数据 这是转让了 里面包括我们不动产的转让 也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那这个转让跟出让的区别 在什么地方 出让是国家卖给开发商 一级市场上的交易 而转让 是开发商卖给开发商 那是二级市场上的交易 所以说我们讲了这个出让的话 是不征收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的 那出让和转让的话 我们是要交纳这个什么 这个契税的等等 后面我们都会介绍 那么在这里面 这个转让的话 是不包括土地承包基因权 和土地使用权的转移 这是不包括的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土地承包基因权 土地基因权的这种转移合同 我们不征收印花税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讲这个转让的话 要注意一下 既包含什么买卖 也包含继承 赠送 互换 分割等等 第三类叫做 股权转让数据 这个很特殊 叫做股权转让 这个股权转让 是不包括什么 应当交纳的证券交易和黄水 比如我们证券交易 后面有单独一个项目 来进行征税的 那么股权转让 这里主要是指的是 股份制试点企业 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 因为购买 继承赠予所利的数据 包括企业内部发行股票的买卖 继承赠予等输利的数据 这些我们叫做股权转让数据 按照产权转让数据来进争税 它不是证券交易和黄水 证券交易和黄水呢 就往往都是一些上市流通股 那么我们讲这里的股权转让数据 都是一些非上市的 以非上市的为主 这大家知道一下 下面一个商标权 著作权 专利权 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数据 这个我们也是按照产权转移数据来进争税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些数据转让 出让 转让 转移的这些数据 我们都称之为产权转移数据 这里面有一个特征 什么特征 我刚刚提示过的 这个特征它是以登记为要件的 它其实是以登记为要件的 以登记为要件的 你讲土地不动产 我们土地不动产是以登记为要件 动产是以交付为要件 那土地不动产它是以什么 以登记为要件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股权转让数据 尽管已经不包括证券交易和花税了 但这个股权转让 你签订好数据之后 你完成交易的时候 你还是要向我们国家的 这个工商部门 办理什么 股权变更登记 对不对 涉及到专利 著作 这个专利权 专有技术使用权 那么我们要向国家的版权局 专利局等等 要进行过户备案登记 所以说产权转移数据 它就是以什么为要件的 以登记为要件的 像我们的买卖合同 我们的技术合同 它不要求以登记 不要求为登记的 所以说你看 商品房的买卖 它不叫买卖合同 它叫产权转移数据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不动产 以登记为要件的 你平时我们讲 一般的货物的贸易合同 一般货物的采购合同 购销合同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买卖合同 因为它不是以登记为要件 听说没有 就要注意一下区分 第三类呢 是营业账簿 印荒税当中的营业账簿呢 主要是归属于财务会计账簿 是指的是 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要求 所设置的账簿 反映的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些账策 那么按照营业账簿的类型的不同 反映的内容的不同 我们在税务当中呢 分为记载资金的账簿 和其他账簿 两大类 一个叫做记载资金的账簿 还有一个除此以外的账簿 我们叫其他账簿 那么七月份开始 我们只对什么资金的账簿 来征收印花税 其他账簿 我们不再征收什么印花税 我说一下 老的时候 老的印花税呢 像这个营业账簿 包含记载资金的账本 和其他账本 我们都需要交税的 只不过记载资金账本 按照实账资本和资本工具 两者之合的 这个万分之五减半 来进征税的 那其他账本 没本五元 那么现在 我们其他账本 已经不再征收 七月份开始 我们就不再征收印花税了 其他账本 不再征收印花税 但是记载资金的账本 我们还是要交税的 我们按照实账资本 和资本工具 两者之合的 万分之二点五 来进行征税 以前是万分之五减半 有优惠的 以前最早万分之五 后来减半了 那现在呢 过度平移 七月份开始呢 就叫做万分之二点五 去进行征税了 知道知道一下 第四类 证券交易 那证券交易主要是指 证券持有人 按照交易规则 将证券转让 给其他投资者的行为 那么证券交易 我们应当 除了应当遵循 证券法的规定 一些证券交易规则 还同时应当遵守 民法典的规则 那么我们在印花税当中 所讲的证券交易 主要是指的是 转让在依法设立的 一些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批准的 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交易的股票 和以股票为基础的 一些什么 存托凭证 我们其实简单的讲 主要是一些上市的 包括在我们的上交所 深交所 和现在的北交所 以及什么 什么新三版上市的 主版 中小版 创业版上这些股票 流通股 交易 我们都是属于证券交易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 产权转移数据里面的 股权转移数据 这里面主要是针对的是 什么 非上市公司 那么比如说 我们有一家公司 我做天使投资的 然后现在公司成熟了 我把这个持有的 最早的一些 初始的投资 把它给卖了 那这个是签订 是叫做股权转让数据 按照产权转移数据 万分之五贴花的 这注意下 那么证券交易 一般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形式上的 上市交易 那么主要是这证券 在证券交易 这个集中场所 挂牌交易的一些买卖 那么另外一种 是上柜交易 主要是指是公开发行 但没有达到 上市标准的证券 在这个证券柜台 里面的一些交易 那么这就是我们目前的 这个7月份开始的 新的几个税务 这是要注意一下 有关的一些辨析的 我们来看几道例题 单选题 不属于产权转移数据的 A选项 专有技术使用权 它是属于产权转移数据 B选项 非专利技术转让 它不属于产权转移数据 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 它应该是属于什么 技术转让合同 C选项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D选项 土地使用权的 一个是出让 一个是转让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 都是按照什么 产权转移数据 ACD 它都属于产权转移数据 按照什么 以登记为要件的 而C选项 而B选项 这个非专利技术转让 它不需要进行过户 备案登记 所以说它是按照什么 按照我们的技术转让合同 来进行征税 选的是B 好我们再看到多选题 按照产权转移数据 交难引花税的 A选项 专有技术使用权的转让 没问题 B选项 专利申请权转让 不是 C选项 商品房的销售合同 没问题 D选项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没问题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没问题 所以说B不选 选的是ACDE 那么B选项 专利申请权转让 按照技术转让合同 来进行征税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考点 关于纳税人的一些规定 因花税的纳税人 主要是指的是 在我国境内 强制有属地性 境内什么 疏立因税凭证 进行证券交易 以及在什么 境外疏立 但在境内使用的 因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 也就是你这些凭证交易 是在境内的 你肯定要在中国交税 还有一些凭证是什么 在境外签订的 但是在中国境内 要履行的 行驶的 那么你也要交纳什么 印花税 那么印花税纳税人 具体包括 立合同人 立聚人 立账户人 和证券交易人 以及使用人 那对于立合同人 主要是指的是 合同的什么 当事人 是对于合同 直接赋有权利和义务的 单位和个人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合同的 担保人 证人和什么 鉴定人 担保合同 担保合同 压根就不属于 我们的这个什么 这个印花税的征税范围 所以说你在合同当中 签订什么 担保人 证人 鉴定人 他压根就不负有 什么印花税的纳税义务 但是你合同里面 比如说一个买卖合同 有甲方乙方 那甲方乙方 是属于合同的 当事人肯定要交税 那甲方乙方 其中有一方 怕对方 我约什么东西的 那么找人 在这个合同当中 以担保人的身份 签订担保合同 约定了一些担保条款 等等 我们没有担保合同 这个概念 所以说这个担保合同 证人 鉴定人 担保人 这些他都不属于 我们印花税的 纳税义务人 那么另外 当事人的代理人 有代理纳税的义务 他与纳税人 负有同等的 税收法律义务的 什么责任 也就是那 当事人的代理人 你是有什么 代理纳税的义务的 也就是说 我们所讲的一些 表现合同 代理合同 这个代理人签订 一些代理合同 等等 那这些代理人的话 他是有一定的 纳税责任和义务的 就大家知道一下 利据人 主要是指的是 产权转移数据的当事人 我们叫做利据人 主要涉及到一些 土地 不动产等 全数转移过程当中 买卖双方的当事人 利账卜人 主要是指的是 设立营业账卜的当事人 也就是开 设立并使用 营业账卜的单位和个人 那这里的账卜 主要是针对的是什么 记载资金的章本 证券交易人 主要是指的是 出让证券交易的当事人 在我国境内 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 另外 我们证券交易 我们实行的是什么 由出让方进行征税 不对受让方征收 也就是我们证券交易 实行的是 叫做单边征税 单边征收 它实行是单边征收 谁去交税 出让方交税 受让方不交印华税 在证券交易里面 出让方交税 受让方是不需要交税的 这大家知道一下 使用人 主要是只是在国外签订 但是在国内 使用的一些 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 我们要交税的 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 中国的甲公司和美国的A公司 在美国签订了一个房屋的租赁合同 约定中国的甲公司 将位于中国境内的一处办公大楼 出租给A公司使用 那么合同是属于在境外树立使用的 在境外树立的 但是在中国境内使用的 因为你这个租赁合同的标的物在哪里 在境内 那说明这个合同在境外签订 境内使用 那么甲公司和美国的A公司 就要按照租赁合同来交纳什么 印花税 知道 知道一下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考点提示 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印花税 一般情况下 我们讲这些合同都是属于双务合同 也就是至少有什么 甲方乙方有两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印花税的话是各自 我们强调是各自所涉及的金额干嘛 分别计算纳税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一个买卖合同 有甲方和乙方 甲方交税贴花了 乙方要交吗 也要交 按照各自所持的凭证 按照相应的金额 各自去交税贴花 好我们来看到单选题 假公司将货卖给乙公司 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 扁公司作为该合同的担保人 丁公司作为证人 误公司作为什么 鉴定人 那么这个时候印花税的纳税是谁 就是假合影 就是假合影 这大家知道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印花税的税率的问题 首先我说一下 我们税务师考试当中 印花税税率考题会给我们的 一般都会给了 你不用去spay 而且你看现在7月份开始实行新的印花税法 这个税率有部分的合同 税率做了调整 我记得以前 老的印花税的时候 有人还把老的印花税的税率 还编了个口诀 那么想到口诀我就觉得恶心 我告诉各位 不管是我的税衣还是税儿里面 不要乱背口诀 我不希望你们去背口诀了 有时间去 在那里瞎背 你还不如多看几条税收优惠了 我先给你们说一下 不要背口诀 谁给我背口诀的话 有些人还喜欢当着我的面在那里秀口诀 那么真的是恶心我了 真的是恶心到下了 晚饭都要吐出来了 你不要在我面前秀口诀 我个人是最反感背口诀的 第一个我真人不喜欢背书 我先说一下 我真人很反感背书的 但是有些东西我会让你去背 该背的东西我会让你去背的 我先说一下 该寄的东西要去寄 包括后面马上要讲的税收优惠 那这种东西该去背 应该的 你说背得出来吧 背不出来 你说比如说很多的 包括我们这本教材里面 所有的税收优惠 从头到尾让我去背 我告诉你我背不出来 我是肯定背不出来的 但是你让我在客观体里面选 主观体里面业务条件 让我们去看到什么合同 看到什么业务 经济业务活动 我知道这里面该有相应的税收优惠 这个是我知道的 也就是说该让你去背的 我会告诉你这个要去记忆的 像这种税收优惠 能记最好 不能记给我看个三五遍 至少能够在选项里面 能够选得出来 能够看到 我曾经读到过这个优惠 就行了 这是对你的要求 其他的不要背 下背八背有什么好背的 像这种印花税税率 有些人要去给我搞口诀 租口诀了 这东西有什么好组的 有什么好租口诀的 印花税税率有什么好租口诀的 题目税率会给的 你还在那里租口诀 在那里秀秀秀 有什么秀的 你秀恩爱也就秀了 对吧 还去秀口诀 我不想讲 你秀口诀 你现在你之前你背出来 后面你还是背不出来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难听的 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早就说过的 当时我在CPA的课程当中 我就讲过的 我在CPA说法里面就讲过 有些说不要去背口诀 不要去背 你听到我在那里背 白背有什么好背的 最烦就在那背口诀 背吗 背不出来 背出来的口诀都不会用 白背 下背 是吧 以前那个时候你都会背口诀 高中的时候你背的手 六啊 是吧 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 什么机变偶背变 符号看向线 现在让你去 什么叫机变偶背变 什么符号看向线 看哪个向线 这个符号怎么变的 你还知道吗 你不知道 那不白背吗 知道的 机变偶背变 下一句什么 符号看向线 都会背 是个中国人 学过高中数学的 都会 现在让你呢 高中毕业那么多年了 让你去看机变偶背变 符号看向线 这里面计划核查 核查画几几个公式 几个半角公式 背角公式 你再去弄啊 你还会背得出来吗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都会背啊 现代人背呢 背们又背不出来的 在那天到晚下背 八背有什么好背的 所以说我告诉你们 这个东西啊 税率不要去背 不要背了 听得懂吗 考试会给 你说要背 但是我也说一句说 但我退一半不讲 老师啊 我CPA过了 我税务师过了 不要人家问我一个合同 我连这个合同的税率是多少 我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像这种什么万分之零点五啊 万分之三啊 千分之啊 这种合同 我说句实话 你经过题目做多了 既然而然就会条件反射 知道这里面税率 该万分之三的万分之三 该万分之五的万分之五 这个没有什么很大意义的 是吧 你这个是你经过题目 做多了以后 自然而然 是水到渠成的 我就这么讲 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你不用去那么特别纠结 在那背背背 有没有好背的 一天到晚在那背 我最烦的就这种东西了 是吧 脑袋话就这么点大 是吧 还一天到晚在那下背 把背的 有什么好背的 所以说有这个时间去背 你还不如多看几个税收优惠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这个合同 有一些调整的项目 借款合同 租赁合同 万分之0.5 跟以前一样 因为融资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以前是按照借款合同 来交税的 那所以说现在把它独立出来了 那么借款合同 和融资租赁合同 都是按照万分之0.5 就千分之0.05 不就是万分之0.5 这是一个 我们的买卖合同 承揽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 运输合同 技术合同 万分之3 我只要说一下变化的部分 一个是承揽合同 一个是运输合同 承揽合同 原来是万分之5 现在调整为万分之3 运输合同 原来是万分之5 现在调整为什么 万分之3 下面一个 租赁合同 保管合同 仓储合同 财产保险合同 千分之1 这个跟原来的税率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变化 产权转移数据里面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转让 不动产的转让 股权转让数据 万分之0.5 这个万分之5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没有变化 但是涉及到有关的商标 著作专利权的 我们调整为万分之3了 调整为万分之3了 这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有变化 以前这个商标权 著作权 什么专用技术使用权 专利权 原来都是万分之5 现在调整为万分之3 营业账簿为万分之2.5 那么营业账簿里面 既在资金的账簿 我们是要交税的 其他账簿 我们不用交税了 以前是5块钱一本 现在不交税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原来老的 在7月份之前 老的这个记载资金账本 一开始是按照 实收资本和资本公计的 万分之5交税 后来18年6月份开始 有优惠减半了 那么现在平移到 新的印花税法里面去了 也就是说记载资金账本 按照实收资本和资本公计 两者之合的万分之2.5交税 证券交易 单边征税千分之1 平移没有变化 另外我们老的印花税 还有个四正一兆 营业制造 商标证 专利证 土地证 这个我们叫做四正一兆 那么这个四正一兆 原来在今年7月份以前 是5块钱一件 现在7月份以后 不再交纳印花税 不再交纳印花税了 这大家知道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 税收优惠 那税收优惠的话 这个东西 你有时间你去背 没有时间 给我多看个三五遍 这个倒是实话 对吧 你有时间 有这精力的 你给我把这精力 放在税收优惠里面 对吧 你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的 这税收优惠里要看 要看 给我看个三五遍 只要能够在客观题选项上 当中要能够选得出来 这注意一下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基本规定 这基本规定 那么那些 免征印花税的 首先 应税凭证的副本 超本 不用交税 免税 第二个 依照法律规定 应当予以免税的 外国驻华使领馆 国际组织 驻华代表机构 所获得的管舍 所立的数据 免税 第三个 解放军 武警 疏力的应税凭证 免税 第四个 农民 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民委员会 购买什么农业生产资料 或者说是销售农产品 所签订的一些买卖合同 和农业保险合同 免税 第五个 无锡贴锡的借款合同 免税 国际金融组织 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 所树立的合同 借款合同 免税 这个我说一下 这里面向中国 主要是指的是 向中国政府 向中国政府提供的 这个优惠的贷款 的这种借款合同 我们是免税的 不包括我们像什么 像中国个人 或者说中国企业 这个不包括在内 我们讲这里 主要是指的是一些政府 就要知道一下 第六个 财产所有人 所有权人 将财产赠送给谁呢 政府 学校 社会福利机构 慈善组织 所树立的产权转移数据 免税 第七个 非盈利性的 不是盈利的 非盈利性的医疗 卫生机构 采购的一些药品 或者说是卫生材料 所树立的买卖合同 免税 第八个 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 签订的什么 电子订单 我们是什么 免税的 强调的是主体是谁 个人 和什么 电子商务经营者 签订的 电子订单 免税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减免的一些特殊规定 首先第一个 房地产的管理部门 和个人签订的 用于生活居住的 这个租赁合同 免税 这里面抢的是 房地产的管理部门 和谁 和个人签订的合同 这个用于生活居住的 租赁合同 免税 第二个 对于像这个 像个人出租 承租住房 所签订的租赁合同 也是免征 印花税的 第二个 对于农牧业保险合同 前面刚讲过 免征印花税 那么对于该类 合同免税 主要是为了支持什么 这个农村保险 事业的发展 减轻这个农牧业 这个生产的一些负担 就知道一下 第三个 军事 货物的运输 强险救灾的 物资运输 以及新建铁路 领管线运输 等特殊货运 凭证 免税 这些特殊的货运 凭证免税 第四个 对于经过国务院 和省建民政府决定 或者批准进行的 一些国有企业 改组 改制 而发生的 上市公司股权的 无偿 转让行为 我们是 暂不征收 证券交易 印花税 第五个 对于现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企业主管部门 批准改制的企业 因为改制所签订的 产权转移数据 免税 这里面 限制以上 就可以免税免掉了 企业改制 所涉及到的 产权转移数据 免税 对于投资者 包括个人和机构 买卖分闭式的 这个证券投资基金 免征印花税 第七个 对于国家 石油储备 基地第一期项目 建设过程当中 所涉及到的 印花税免税 第八个 到二三年年底 那么高校与学生 签订的高校学生 公寓的租赁合同免税 第九个 为了支持商品储备业的发展 对于商品储备管理公司 及其直属库的 资金账簿 免征印花税 主体看清楚 一个是商品储备管理公司 以及下属的直属库 它的资金账簿 免征印花税 另外一个 对于成单 商品储备业务过程当中 所涉及到的一些买卖合同 免征印花税 那么对于合同 当时各方应当交纳的印花税 那么还是要照商征税的 相当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一个买卖合同 其中一方的主体是什么呢 是商品储备 管理公司 然后呢 因为这个买卖合同 所签订的这个商品 要承担相应的 国家储备业务的 那这个时候呢 对于商品储备公司 我们免税 但是对方 另外一方 还是要照商征税的 这大家知道一下 第十个 对于改造安置住房的 经营管理单位 开发商与改造安置住房 有关的印花税 我们以及个人购买 这个安置住房 所涉及到的印花税 我们都可以免征 都以免征 另外呢 在这个商品住房 开发过程当中 建造一些配套的安置住房 按照有关部门 出具一些材料 那么房屋的这个 征收拆迁补偿协议 或者说是棚库区改造合同的 按照改造安置住房的面积 占整个建筑面积的比例 来免征印花税 比如相当于 我这商品房里面有一部分 我们是作为安置住房的 那你这个项目里面 按照建筑面积比例 我们可以相应的免掉 这个什么 安置住房的 对应的这一笔印花税 第十一个 18年1月份开始 一直到23年年底 那么对于金融企业 与谁呢 与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 免税 第十二个 22年到24年年底 那么由各省市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所讲的 六税两费的优惠政策 我们对于小规模纳税人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我们是在50%的幅度内 那么减征什么 印花税 但是不包含证券交印花税 这里面我们从今年开始 因为今年经济形势真的不好 所以说这里面有 对于 首先主体是谁呢 个体工商户 小规模纳税人 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这三类 那么我们对于六税两费 那么我们可以在 50%以内的幅度 进行什么呢 减免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后面一个个会讲 这个六税两费 首先我们讲的 第一个税是什么呢 印花税 后面会讲房产税 我们下一章里面有房产税 也有六税两费 也有 这个反正我们到时候 一个个会讲 还有什么成建税 两费 什么教育税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等 这个后面我们一个个会 给各位考生做介绍的 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那么下列个项当中 应当征收印花税的 应当征收印花税的 A选项 解放军武警部队 所树立的 营税凭证 免税 第二个 无息贴息贷款 借款合同 免税 第三个 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 签订的电子订单 免税 第四个 盈利性的医疗机构 采购药品 所定立的买卖合同 这是照照征税 我们强调是非盈利性的 我们才免税免掉的 所以应该选的是D 选的是D 我们再看到题目 免征印花税的 A选项 货物运输合同 早账征税 B选项 贴息贷款合同 免税 第三个 强险救灾物资的 运输合同 免税 第四个 已经交纳印花税 凭证的副本 免税 第五个 将自有房产捐赠 给政府所签订的 产权转移输具 免税 选的是BCDE 第六题 免征印花税的 多选 A选项 与高校学生 签订的高校学生 公寓的租赁合同 免税 第二个 县政府批准改制 批准企业改制 所签订的产权转移输具 免税 第三个 外国企业 向我国企业 签订的优惠贷款 所树立的合同 这里面我们讲的是 外国金融组织 向我国所签订的一些 提供的一些优惠贷款 这个我们是 免征印花税的 这里面我国的话 还是主要是 以政府为主 不包括企业 因为我们以前 都是以政府贷款 我们讲的 只要人家免税的话 都是国际金融组织 向我国政府 提供的一些贷款 政府间的一些贷款 这大家知道一下 D选项 贴息贷款合同 免税 第五个 商品储备公司 及其实属部 所新设立的 资金账簿 免税 所以说 免征印花税的 C不选 ABD 第七题 免征印花税的 A选项 国际金融组织 向我国企业 提供的一般贷款 所树立的合同 这是要照张征税的 咱俩一般贷款 这个肯定要交税了 B选项 个人购买 安置住房 所签订的合同 免税 财产所有人 将财产赠送 给学校所树立的数据 免税 无息贴息贷款 合同 免税 报纸发行单位 所签订的 所订立的合同 这里面 报纸发行单位 签订的合同的话 我们在这里 也是免税免掉的 知道一下 这一讲里面 我们主要把 有关的 这个印花税的 相关的一些 税务变息 我们强调主要是 一些税务变息 还有一些 这个 有关的一些 税收优惠 重点是 主要是一些 税务变息和税收优惠 给各位考试 简单做一些介绍 那么自己课后的话 把这些税收优惠 自己再熟悉 熟悉看一看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因为毕竟 这个新的政策 一 还没实施 是吧 二 一些文件 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所以说我们今年 这教材里面 写的也真的是 一塌糊涂 这我说过的 对吧 写的也是不伦不类的 有一些政策 删了 有一些政策 还会用 有一些政策 反正没用的 也收了 有用的 删了 等等 这些东西 的确学的不好 这个教材 写的不好 对吧 我们也很被动 因为毕竟文件 到现在都没出来 所以说 这个还是 自己如果说 有条件的同学 有时间 有条件的同学 可能到了暑假之后 七月份 八月份 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个印花税 可能因为正式实施了 那么有可能 最快的话 是这个月月底 六月底 那么晚一点的话 七月初 七月份 或者八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会把印花税 的几个过渡性的文件 会逐一的 会陆陆续续的公告出来 因为本身 我们今年经济形势 也不怎么样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 可能会有相当大的 一些印花税的 一些优惠的一些力度 反正到时候 你到时候去看一下 看一下总局 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相关的公告 好吧 那么这一讲 先给各位考生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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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